嗨大家好我是阿美美 今天我要来介绍我家室内的小花园吗 各位如果有印象的话 我曾经拍过影片就是 后面这边有一个大的黑色盆子 上面里面种了好多颗的大兰花 之后兰花就凋谢了 当然就是兰花拿出去啦 盆子就挪走了 这个空间目前就是种了一些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吧 有两颗兰花是我上上礼拜吗 买的那个一颗五十块的兰花 那也全开了 买两颗就一百块 在后面这一颗也出现很久的 酪梨的种子 它的叶子长得非常的大叶 也是很漂亮 再来旁边这个是我种了 有一阵子的那个水根的那个黄金格 觉得蛮好玩的 那后面就是还有一盆小兰花 那也是用水根杯的 那再过来这一个比较高的就是 长春藤 那我想说刚好有一个很大的那个 玻璃盆啦 那我上面也是用水根杯 这样子把长春藤给它放上去 希望它会活 目前看起来就是多了好几种植物嘛 那兰花也已经没有了 那特别跟各位讲一下 为什么有没有觉得这个灯光怪怪的 因为我这上面是植物灯啦 就是我以前买的植物灯 那照下各位看 这个颜色是不是怪怪的 就是很怪的颜色 所以好像之前我有稍微跟各位 讲了一下嘛 就是说 我先生他到时候会买一些那个光 看起来没那么怪的那个植物灯啦 买回来到时候会再来重新弄过 那是不是很怪各位看这个颜色 对 像不像 嗯 不晓得就是很怪就对了 特殊场所 特殊场所 有时候这颜色就 对 有时候比较类似这样子 那没办法 就是目前就先用旧的植物 最佳花朵都变色 比较不容易欣赏 对 因为白花就变粉红花了嘛 对 对 如果说是原来那个 如果说白光 白光你就看说 这花什么颜色 就会比较自然 你可以把后面的灯关掉一下嘛 后面的灯吗 嗯 这边拔掉啊 嗯 对 我来拔咯 对 有没有 各位有没有看到 我把那个植物灯的电关掉了 你看 这样是不是看起来就比较清楚 对 比较自然 有没有 看这有点 有点是淡淡的 那个浅紫色吧 对 还有这有点偏一点 偏一点橘色的 嗯 这个 这样就看得比较清楚了 对 对 看都看得清楚 其实这个叶子也长得很漂亮 对 那因为在室内 因为一般来说 比较 比较缺 缺阳光嘛 所以可能需要补光一下 所以 嗯 我们就把旧的那个植物灯拿出来用啦 嗯 那等过一阵子新的植物灯 有空我们再把它弄上去这样子 目前暂时种这些东西 等那个爱迪把植物灯都弄好 他会稍微帮我整理 我可能就会有一些东西 我有跟他讲 我想要摆空气凤梨 他说好 他到时候会 这个小区块会帮我整理好一点 那时候我就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来跟各位介绍我的家里的植物啦 那目前就先介绍到这边 那谢谢大家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 分享并按赞 谢谢啦 拜拜 下回见 拜拜